近日,杨幂发文正式官宣与嘉行解约 消息一出,瞬间引爆了热搜 杨幂配文写了八个字,共有从前,各有未来 嘉行回应,十几年风雨同舟,共同成长,感恩感谢 祝未来一切顺利,珍重安好 从发布时间来看,双方保持一致,看情况也是之前商议过 选择了在下午两点对外公布 毕竟依靠杨幂现在的人气 但凡风吹草动都会刷爆网络,更何况是如此大事 必定会引起不小的热议 在官宣不久之后,杨幂火速换掉了使用多年的头像 换上了一个小时候的照片 另外,其工作室也去掉了嘉行二字 彻底与其撇清关系 由此可见,杨幂为了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对于这件事,其实在杨幂官宣前一天 就有传闻杨幂爸爸的账号升级后 在评论区直接回复网友,声称明天更是好日子 最后还配上了一个开心的笑脸表情 当时就有网友猜疑,一定有大事要发生了 而且还是大喜事 但绝对不会是什么新恋情和新作品 毕竟杨幂的那点是,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相反,由于有杨幂爸爸的口证,多数是与事业有关 而最有可能的就是杨幂与嘉行解约 事实证明,大家猜测的没错,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果然是个好日子 要知道,杨幂离开嘉行的传闻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2018年 就有爆料称他要与嘉行解约 但后来杨幂否认了这一说法 再后来,嘉行的一些艺人有公开表示 杨幂不是他们的老板 以至于大家都猜想他与嘉行关系发生了变化 但都知道,杨幂是嘉行的门面,也是嘉行的股东 如果真的要离开,也绝非一时半会的是 杨幂从2011年加入嘉行,双方合作了12年 这期间,杨幂拍摄了《公》、《仙剑三》等爆款作品 为公司赚了不少钱 更有消息指出,杨幂曾为嘉行完成了一份对赌协议 三年内为公司创造三亿利润 没想到,杨幂凭借资深实力成功完成任务 对于嘉行来说,杨幂可谓是摇钱术 不过这些年里,杨幂一直在拼命搞事业 但因为合作关系的缘故,杨幂始终被强制着 难以施展开来 加上杨幂能力出众 样样精通,依靠她现有的资源和人脉 根本不需要借助嘉行 而自己创立公司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翻开杨幂近几年的作品,其实发展真的很一般 影视剧方面 《驻梦情缘》、《三生三世诊上书》、《暴风眼》、《胡诸夫人》、《谢谢你一生爱的二八定律》等等 这些作品很多都是雷声大、淤点小 其中还有一些被吐槽很严重的问题 而综艺方面 也就《密室大逃脱》系列 奇葩说第七季、《花儿与少年》、第四季这几个比较热门 对于杨幂来说 这点业务量根本就满足不了它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杨幂急需一些爆款作品去转型 据统计 杨幂的代播作品有电视剧《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以及正在拍摄的谍战剧《哈尔滨1944》 想必用不了多久 杨幂就将再次刷屏全网 事业将迎来二次巅峰